肥致命部位 如果它打偏了它也不會有感應 它是用雷射頭去感應的 如果有打到它才會有反應說它會倒下去 有沒有可能會打到頭部的一個狀況 有有有也會打到頭部 如果它今天設定它打頭部 它是沒有感應的 打頭部就沒有用 就是用它是電腦去設定的 就是它當初原始設計的時候 它怎麼設計它有打到那個地方 它才會有感應 就是這樣子 剛剛它背後逃跑的時候 你就從後面開槍 你根本不曉得這是什麼狀況 你有沒有遭受突擊 沒有達到現在時候警戒修法的 進行設計的一個規範裡面 你就朝它設計 那可能就會 以後你就要負擔這個行事 行政責任等等 失敗了 螢幕就出現紅色 表示說我們警察受傷了 你沒有及時做反應反制 沒有開槍沒有做戒備等等 很多人撐著 有往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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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麼警察身邊身體遭受強暴脅迫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警線 這是我們警線使用時期裡面的一個範疇 這是一個正當防衛 也是一個正當執行作為 2600名左右的嚴警分批來受訓 那後來我們張機長到任以後 發覺這個2600名的嚴警共用這一套 可能要排很久 而且南彰化的嚴警 它要入程來到彰化時間也太久 所以依據會在盡量的向中央這邊在徵集經費 在南彰化在設置一台這個訓練的靶場 在南彰化的革命中央這邊 也會有一個正確的靈度 可以在南彰化的靈度 在南彰化的靈度 也會有很多靈度 在南彰化的靈度